通事教育 我是通事主任黄淑珍 现在就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的通事教育 什么叫通事教育呢 就是专业以外所有的教育 它是人文素养的教育 是全人的教育 那这是我们学校的教育的理念 目标以及愿景 为什么要修通事课程呢 如果你毕业的集赞力 是你的专业课程 那么你未来的竞争力 还有你生活是不是感受到幸福呢 是来自于你的通事的课程 这个就很像你在登白月一样 基本的登山配备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你爬山的过程 你是不是具备你的激励耐力以及毅力 还有你是不是可以快乐的感受 整个爬山的一个过程呢 那就就是你的通事的课程 通事教育的一个主要的业务 除了开设30个通事学分之外 我们还会办理各式各样的一个活动的认证 还有毕业门槛以及抵免通事课程 通事教育的办公室呢 是在哪里呢 在行政大楼总务处的旁边 招生处的对面 那我们的分级呢 有六一七一七二以及七三 那学校的学生有三个这个基础的能力 中文英文资讯 还有四个基本的一个素养 同时也是我们的校训 健康关怀创新卓越 我们通事的课程呢 大概就分成为正式课程 非正式课程以及潜在的课程 正式课程就是我们开课的语文 语文通事核心通事还有博雅通事 那博雅通事呢是可以自由的一个选修 那我们开设的时间呢 在星期一的早上 星期二的下午 以及星期三的早上 那如果你这三个时段呢 你都排满了课程 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修星期一的晚上 那同时呢 非正式课程就是我们办理的活动 那整个潜在课程 大家都知道学校是一所艺术的一个大学 非常的一个漂亮 那我们呢在这几个三四个学分当中呢 语文总共有16个学分 国文四个学分 英文八个学分 城市呢有四个学分 其中英文的这个上课呢 我们是以学测成绩来分级授课 那核心呢有四门课 健康历史法律与艺术 那我们每个学期呢 会帮同学安排两个课程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学期 你看到的是你上健康历史 那么下学期呢 就会帮你安排法律艺术 所以同学都不用紧张 那博雅的课程呢 是你可以自由的一个选修的 那你只要修六个学分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你对其他课程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多修一点 那博雅的课程呢 我们分为人文社会自然以及生活应用类 那其中呢人寿院的同学 你不用修人文类 管院的同学你不用修社会类 那医护的还有资电学院的同学呢 不用修自然类 那创院的同学呢不用修生活类 另外我们还有呢零学分的必修课程 体育还有浮学 那在这里请同学留意一下 112年就是今年的大一的新生 我们的浮学呢有校园实作跟永续发展 那这是上下学期互调的 就是互相对开的课程 学校会帮你代课 那如果你是大二以上的重修生 或者是转学生 那你要记得自己上网来选修浮学的实作讲授 那下学期也是一样 那这里有一个浮学组的一个line的QR Code 同学呢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少进来 可以都可以在这里询问 那通试课程的是可以抵免的 如果你曾经上过大学或者是五专的 读专四跟专五 你只要凭你已经通过的成绩单 那我们会重宽的来认定 那当然就是课程要比较接近的 比较接近的这样依审查老师 所审查的这个标准为主这样子 那在这里要跟同学讲的 你除了毕业的128个学分之外呢 你还有那三个毕业门槛 中文英文还有资讯能力 那其中呢这个英文呢你必须达到多于500分 那外文系的同学你必须达到700分 那另外呢学校会办你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通识的讲座 你在毕业之前至少要听八场以上 那这八场呢 你必须要健康光怀创新卓约各两个例 如果一个场次一个演讲呢 含两个例的话呢 那你的场次就会高于八场 所以这个同学要留意一下 这是两个必备的一个条件 那通识的讲座呢在通识教育中心呢 我们办理文学 嘉年华 丽宇美 文艺大师跟义文记 那都可以请同学呢 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网页 那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我们学校办理的之外呢 同学你的社团学生会也可以来办理 那你只要到通识的网站呢 来下载这个申请表 在你活动的前一周 你提出申请就可以了 所以要提满八场以上 真的非常非常容易 那这是这个学期我们办的文学嘉年华 还有丽宇美 那另外呢 我们还办了一场的这个永续的讲座 还有两场的艺文活动 那这都非常欢迎同学来报名参加 其中10月6号呢 是北曲的相声 10月18号呢 我们邀请了极致体能舞蹈团 来进行表演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每个学期都会办理至少32场书院的一个活动 那这是QWACO 这个要跟同学讲 这是一个秒杀的一个活动 我们才小班制 所以呢 你可以到官网来看一下 我们这学期的活动真的真的非常精彩 欢迎同学来参加 那另外呢 我想呢 以同事主任的一个身份呢 来这里给同学几个建议 如果你现在就非常非常确定你未来的方向 你一定要好好的专心在你的课业 不论你未来就业或者是升学 那如果你还是不确定未来的方向呢 也许你可以透过社团或者当志工 有可能找到你未来的一个志趣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实习工读找到自己的一个志趣 那不管如何 尽量认识跟你不同生命特质 不同科系的同学 不要一直宅在电脑的萤幕 甚至守着你的手机的萤幕 那如果你还是没有发现你自己 那只要你不讨厌你目前的一个本行 那你就留在这个本科系 读了四年你就是专家 但是无论如何我想 这个软实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通识教育带给同学的 就是一个带得走的软实力 我想老天爷对我们都是公平的 每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 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事半功倍 所以做好时间管理 我想是未来你要学习的 如果时间像一张网你撒在哪里 那么你的收获就会在哪里 我想每天早上来醒来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张开眼睛追逐梦想 一个回头睡觉继续做梦 选择权在你的手上 但是你现在的选择会决定 你以后站在哪里 欢迎成为亚大人 这是我的email 这是同事教育中心的email 我都会亲自搜索 未来的四年 如果你有想要听什么 你想要参与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想要聆听什么样的讲座 或艺文的活动 都欢迎写信告诉我 可以的话 尽量满足同学的一个梦想 谢谢各位